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想跳河的老人叫蒋秀花 今年55岁 家住四川省资中县 他痛不欲生 想跳河 那是因为他让人一下子给骗走了一笔钱 多少钱呢 三万六千块钱的现金 外加一些金银手势 老人家自己没有工作 老伴在工厂里边打工 一个月也就挣一千多块钱 这笔钱都是靠儿女平时孝敬 老两口省吃俭用 攒下来的 就有那些缺德的人 专盯这类老人的家底钱 2013年7月20号上午8点 蒋秀花来一出门买菜 正常在路上 迎面走过来一个陌生女人 向她问路 她说 哎 那位大姐 她说你 小小的 这边来的时候 对你发生的一个老师 我说我不晓得 这个女人声称自己的母亲 瘫痪在床 听说这父亲有个108岁的医生 医术很厉害 她专程过来打听打听 这时正好有一名 40多岁的女人经过这里 温路女人立即转身 向经过的女人 她就问这个大姐 你小别人 她说小小小的 就是不好见的 她说 她说哪不好见 她说要两个人去 哎 我想他们小人 高兴的老师 被人把说了 我想我们是想法了 我说我们肯定见不到 于是 这两个女人 就在蒋秀花面前 开始说那位108岁医生 种种的神情 我心里是想法 我说我都是那么多 我想有这么好的老师 我现在是想想 给她看看 能够见到这些老师 可能我是面子还多 一方面 蒋秀花老人 想见大师治病 同时又可以帮人 凑个人数 这就是当时的监控视频 三个互不相识的女人 竟然手拉着手 一起去找神医看病 很快三个人来到了 大师居住的小区大门口 停住了 这名看上去40多岁的中年男子 自称已经70多岁了 是神医的弟子 师父现在二楼家里洗澡 他竟然能为不先知的 把三个女人的姓名准确的说出来 家里的情况也说得一清二楚 这让蒋秀花老人感到既惊讶又佩服 这名男子突然说同来的三个女人家里要出大事了 只有他才能帮忙 逢兄化吉 中年男子说自己是不要钱的 要想消灾一定要用现金开光 三天之后钱还是会还回来的 正说着一名男子走了过来 看到真的有人拿钱开光 并且还退还回来了 想到自己的孩子就要出车祸 蒋秀花也开始恳求这位神医帮忙消灾 神医立即答应了 随后蒋秀花又问路女人陪着回家去取钱 蒋秀花老人回去拿了家中所有的现金 之后又去银行取了一部分存款 一共凑了三万六千块钱 拿给了中年男子 把钱交给妈妈拿过后 他就喊我 他们的时候小的房子 他说你走到五的时候 在门口 你就陪伤好吗 他说你只换钱就不够好 然后走就送我 在二中过去店的时候 他就给了走到后 他就帮我手带他 他说你这个也不要带 临走时中年男子告诉蒋秀花 他做完法事后 就把这些钱和戒指还给他 让他第二天一早买点鱼和豆腐 来这里见面 这个钱我当时买起豆腐钱 买起鱼 这些酒店我没得认识 没得认识我一下就结婚了 好 我一站一会儿中 我就问这个小区有个伯伯 我说你们晓不晓得 你们这个小区 这个楼哪里有个808岁的老师 神医未卜先知 惊人预言让人真假难辨 大妈金魂未定 取出全部积蓄 请求消灾解难 大师开光骗钱 骗局不断上演 骗子连连得手 和这个新年案件中 他们也有一个升级班 骗局不断升级 骗子豪志夭夭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神医骗局 蒋秀花老人明白了 自己上当了 三万六千块 那是攒了多少年攒下来的钱 全打水漂了 他觉得自己对不起老伴 对不起孩子 一开始不敢说 不敢跟家人说 但这么大的事 老人他没有办法不露声色 家里人慢慢的也看出来了 他情绪不对 再三追问之下 蒋秀花老人说了实话了 女儿赶紧就带着妈 去资中县公安局报案去了 街警的民警发现 这起案件和近几个月以来 十几起诈骗案的作案手段 极其相似 这些案件都是以神医 消灾为手段的诈骗案 诈骗的对象 主要都是中老年女性 涉案价值一百多万元 民警立即带着蒋秀花老人 逐一的对案发现场进行调查 民警发现 老人被骗的过程 基本都是在公安天网监控覆盖范围之内 这将会为破案提供有力的支持 刚开始我们判断应该是一个团 应该是西内案一个团口 但是通过后来我们侦破 在比对 发现有好几个这种团口 民警大量筛查各路口的天网监控 通过与各地公安机关的协作 调查犯罪嫌疑人的相关信息 通过天网试询 周防受害人 来发言案发现场 证据在那个现场 能够找到一点诸事骂子 民警们很快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 通过调取该车辆的相关信息 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位置 发现神医诈验人 他有一下几样铁针 这个一个是外地流传团和阻碍 二个铁针呢 是阻碍当天来到之中 第三个是这个阻碍得手狗 马上离开 第四个是有交通工具 但民警们担心 贸然行动会打草惊蛇 于是在外围先展开摸牌 进行证据固定 当时考虑了 如果不抓他们的现行的话 可能是对我们审讯 对我们案件的进展 就带来很多不便 就通过我们技术方面的 分析上面 当天要到哪里去 进行诈验活动 然后我们就提前到哪里去奔脸 经过几个月的跟踪调查 把民警们发现魏建成 张鸿瑜 倪永东等人 就是监控录像中出现的犯罪嫌疑人 通过前期生产工作 了解到这 这个生意诈骗的 这是犯罪嫌疑人 它是几个犯罪之后 而且都基本上 都是犯罪 有犯罪嫌疑过的 2014年4月22号 民警们接到情报 嫌疑人 魏建成 倪永东等人 又将组织进行诈骗活动 专案组的民警们立即在内江市的高速路口 不控警力 准备实施抓捕 知道他们成功之后 必须要通过这个周围站 然后返回了 然后我们就预先在那里设好买 最后 四川省资中县刑警大队的民警们先后共抓获五个诈骗团伙 共28名犯罪嫌疑人 涉案价值达一百余万元 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了 但民警们一直感到疑惑的是 这一类的诈骗案在电视新闻里都不知道报道过多少回了 为什么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受骗的人多达19人呢 通过审讯民警们发现骗子们开始使用神医诈骗的升级版了 这位就是诈骗团伙的主要组织者魏建成 绰号魏帅 今年46岁 四川省自共事人 这次落网已经是三进攻了 他在神医诈骗中经常负责扮演大师 我大师的弟子等角色 即便在落网之后 他对自己的行骗手段仍是充满自信 魏建成自信地告诉记者说 只要跟他们搭上话的人基本上都会中招 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的人 同行们都称他为心理专家 他说 受害人所有的心理弱点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原来老版本的神医骗局是通过在受害人身后有人偷听 然后迅速把信息传给大师 让大师用卫补先知这一招震住对方 在大师开光的同时调包当事人的现金 而现在最新的升级版 首先让对方相信大师不会要他们的钱 同时让他们相信大师就住在该小区 让对方产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心理 这个在骗子内部被称为底庄的角色 是骗子心脚本里的一个关键性的抉择 当受害人在犹豫或疑问是否要拿钱出来时 这个底庄的人就会适时地出现 有些人不愿意出钱嘛 就是地庄啊 有些人还怕出钱心脚还怕拿过回来 那就叫喊人去地庄啊 就是地庄这种五福建筑人一号喽 现在这个市场的一号啊 就是说 这个钱拿了好多人都拿过家里 就还推着 就还推着哪个小区呢 中地庄就是扮演 曾经找过老师开光的这个中文 然后老师生意就会拿一 拿包子啊 或者是口袋装的那里 所谓的钱就是一坨包子 当初受害人里面 哪个地庄的人 受害人还不相信 这个钱是要推着的 如果受害人还不相信 骗子们还会玩弄一些心理战术 那就不就不玩了 因为那么小人就会回去 还要对明天一要的时候 我就是大伙子 我来把这些 他和我的钱 都会做的东西 阴警发现 落网的这五个团伙的脚本 几乎完全一样 那么这些犯罪嫌疑人 是怎么组织到一起行骗的呢 打掉这几个团伙 觉得我们不是自贡 因为在那个自贡 自贡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区 有一个区吧 它是专门营的 就是用这种神医诈骗 这种销这种手法 进行诈骗活动 它都是由那个老师弹 然后教他们怎么行骗 居民警了解 在骗子内部 各种决策分工 都是有专用暗语的 那个办神医的 他们内部人员都称之为大师 就是说白了就是搞了一个神医诈骗 他们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整猪啊 找妈啊 最开始负责找人的 一般被称为整猪 或者叫找妈 负责编造骗人谎话的人 被称为讲神话的 我们在核实这个案件 我们发现 他们那个成功率 至少是50%以上 就是他们每出来两次 就一次肯定是成功的 2014年8月27号 四川省资中县公安局 为20多名神医诈骗案 受害人及家属 进行赃款退还 直接为受害人挽回经济损失 24万元 所谓神医看病消灾 不是骗人的 第二个呢 一到陌生人 煮中打仓 要提高经济 三呢 不要轻易将自己的家庭信息 提供给别人 更不要将钱财 轻易交给他人 如果一到此类诈骗活动 我们都不要警方 要行走拘费 拨打110报警 我们的记者了解 有好几位老人被骗之后 都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就像您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看到的 要跳河 不活了 幸亏他们的家人看得紧 才没出事 19位被骗的老人 他们算是幸运的 因为有警方这次为他们追回了被骗的钱 挽回了损失 刚才警察叔叔不是教了咱们几个防骗的小招数吗 下次您也试试 肯定管用 关心家人 没错 想健康长寿 也没错 但您要是相信这世界上有大师 可以预测明天出什么事 还能帮你消灾 那就错了 刚才这个案例里有一个细节 您记得吗 蒋秀花老人在跟骗子一起回家拿钱的时候 他女儿还打一个电话 说妈您今天是不是碰到骗子了 他说没有啊 这提醒我们 另一个办法就是 以后碰到神医这种事 别问陌生人 多问问家里人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 一个陌生的电话 鬼使神差 他竟然把自己所有的积蓄转给了对方 少了将近一千万 一个隐蔽在境外的团伙 组织复杂 如何能找到他们 当时我们拍锁就已经紧张起来了 在贪婪的背后 是一个个哭泣的家庭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无翼而非的千万巨款 请不吝点赞 订阅